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新版强坤大作战很快就要上线真狐了 那么新版强坤大作战中哪个英雄比较好用呢? 维哥觉得阿柯就是其中一个 不信的话,那么就一起来看看阿柯的表现如何 首先说说双方阵容 我换阵容有西施、阿柯和李星 对方的阵容有武则天、加罗和曹操 一开始我换阿柯就准备埋葫对方了 不过对方好像看到我的位置 就一直朝我换技能 接着我就躲到另一边草丛 不急的出去,等血量恢复之后 我们再找机会杀出去 而时机真的来了 加罗和武则天半血到我们这边烂当 抓住时机先收割加罗 然后再去收拾武则天 成功的就拿到了双杀 接着继续在草丛等待机会 不要心急 我们可以等他们半血的时候出技 这样拿到人头再开大招逃跑的几率就很大 终于看到武则天落单半血 很快就轻松的收割了武则天 不过因为骄傲过头了嘛 看到对方挂机的曹操就想多拿个人头 结果加罗护活直接被加罗当成靶子射死了 所以这里建议大家玩抢坑大作战的时候 不要太靠近对方护活的地方 因为他们护活后是有一段无敌的效果 这段时间是打不过他们的 不过不要紧 等我阿科护活后就可以让他们好看 首先下手的就是对方的加罗 靠近加罗后 加罗就没什么优势了 几秒钟就能收割加罗 然后再去教训武则天 不过血量不多 我们可以先保命要紧 残血的时候不要站着不动 毕竟对方有武则天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开大招呢 所以我们就要不停的跑 看见没成功的躲过了武则天的大招 我们先绕一圈 然后再过去收割加罗 然后就是武则天 接着这个时候就可以收割曹操了 加罗复活后 他的伤害是真的很高 阿科要不是有名刀 这次就交代在这了 随后阿科再绕一圈 然后继续对付加罗 接着就是收割武则天 加罗复活后太孝张了 居然敢运闪现到地图中间 那我们就送他回家吧 收割完加罗 我方就进入了赛点 对方武则天都不敢上来 我们就耗时间就好了 反正我们是赛点 在最后十秒钟的时候 准备划起总攻 就在最后三秒 还成功的收割了武则天 完成了超神 如果时间够的话 拿下加罗也不是问题 那么阿科的表现 大家觉得如何呢 等新版本 抢坤大作战上线正服的话 小伙伴可以去试试 阿科疯狂的收割敌人 这感觉贼好